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了 我把你都给一几一楼拿什么呀 你一个三月程度吗 少少呀你啊 哎呦这这比在家里很严重 家里一个周洗一会在这儿妈呀 三天洗一会 里面的一个花员 那我那我那 我这一次真的是休假 我每天晚上在地上睡着呢 我每天晚上在地上睡着呢 然后也不用看孩子 我好不容易 孩子和我老公在床上睡着 每天真的就是一觉睡得天亮 小河林在吃饭 吃一个鸡猪岛的鸡蛋 尝尝好不好吃 食欲不振 我爸问你 你怎么回事 我今天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吃饭 我们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 我们吃饭吃火烧 来上 去吧 我们昨天地 帽子里有、、、 我们看着白色 可知鸡猪 例如淡約会吃出来 入下 这个 如何吃 absolute 大家好,今天一天的旅行又要开始了 然后我们今天来到一个有名的植物园 是汉林公园 这边一共有16个不一样的主题 还有一些天然形成的洞穴 还有一个小型的民俗村 汉林公园是创始人在1971年 在十万多瓶荒芜的沙地上 撒下一些椰树的种子开始的 慢慢发展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 椰树成群的植物乐园 汉林公园其实并不大 但是它的确是设计着心血的结晶 为了防止小荷林睡着了 先带它来看小鸟 应该有孔雀还有鸵鸟 哇,荷林呢,你可以看 孔雀开平了 下下完了,先让小荷林来看孔雀了 现在在这不走了 一直在这要待着 快看它俩 小心孔雀,咬你俩 我觉得今天在这里应该会待很久很久 这里的孔雀确实挺漂亮的 荷林也是第一次看 它在我们家看电视的时候 如果出现一些小动物的话 它也会特别兴奋 这里看到真实的,它应该会更兴奋 现在已经开始走路了 应该真的像一个小游客 我的天哪,看得还挺认真的 还逛呢 哎呀,荷林你要去哪儿 小型的民司村 这石头爷爷还戴着口罩 小荷林为什么不愿意戴口罩呢 这就是以前韩国的房子 像以前的那种韩国电视剧里面 应该出现过很多这种场景 大家看这位母亲现在一边看孩子 一边背了一个大水缸 这个水缸是每天背水用的 结婚的时候水缸也会随着嫁妆 一起带到夫家来 如果哪家的男人背起水缸 绕村里走一圈的话 就等于宣布了这家主人休妻的决定 我们上次说了 这边的住宅是没有大门的 只有三根棍子 插上一根棍子的话 表示主人就在附近 插上两根的话 就像现在这样 表示主人今天早出晚归 如果把三根棍子全都插上 表示主人出了远门 然后刚才那个民司村里面 展示了一些以前韩国这边的房子 其实就是看到那些以后 真的是能感觉到 在古代的时候 就是韩国这边的女性 地位还是确实挺低的 刚才看到的房子 它这个厨房和客厅是连在一起的 很多人来到韩国的人应该都知道 就是韩国的那筷子 它是扁的 就不像咱们用的是一个圆形的筷子 因为一般女的要把饭做完以后 然后从厨房拿到客厅里面 让老公去吃 所以说是那个筷子如果说是特别的圆的话 可能放在那个餐盘上就特别容易来回滚动 所以说这边的筷子也会做成那种典型的 就拿现在来说吧 在我公公家去的话 然后我公公他用了筷子是和我们的都不一样的 然后每次吃饭的时候 他就得用他自己专用的筷子和勺子 但是现在就是已经好很多了 没有说是男的就等着吃饭 从来不做家务的那种 现在也都开始慢慢的做家务了 因为你女的有可能也要出去上班 好 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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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仍然很少 是对 这位哥们是 是 你更可能是 是 真的 大概是 然后他最受难折成了 我会说这种肩膀 我会说这种肩膀 我会说这种肩膀